包括在2022年、2023年,向北方比较大的城市济南、青岛,当地的一些城投集团都在集中的抛售房产,也包括像天津和北京周边的一些县城房价急速暴跌。 那么我看到北京周边外五万以外的像东州这些房子,几乎从原价格的四万多五万多目前已经掉到了一万左右。 已经是剩下原价的三分之一。 那么这个现象对于我们现在楼市会不会有一些提示和警示呢? 那么从市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房子,到底为什么没有人来买呢? 我想原因无非就是第一个由于过去城市化建设当中很多农村人口进城, 再加上城市的人口,住房的改造升级,所以说大量的需求导致供被用求。 所以除了房地产资金进入到房产以外,大量的外行的资金也开始涌入疯狂的建造房产, 导致在过去的前十年房子的房价迅速被拉升。 所以说大量的资金进入场之后房子过剩,导致现在的房子过剩,没人买。 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提到房价我们不得不说到收入。 在过去二十年我们像北方最有钱的城市一线,这个省会城市, 这个工资大概就是四五千左右,而二十年之后现在的工资还是四五千左右, 但是房价已经翻了几倍,甚至有的是十几倍。 那么对于这样的房价,我觉得更多的人还是无能为力。 所以在过去的十五年左右出现了大量的房仆,用房贷的形式购买了自己的房子。 因为在城市当中有了一套房子就开启了幸福的生活, 其实他们根本想不到是现在才是他们灾难的开始。 有人在网上说房产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陷阱。 这句话呢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尤其是对那些普通家庭。 本身不具备购买房子能力的人,也是根风提前透支自己的欲望和消费。 用自己没有能力的贷款买了一套房子, 而后续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在尝试着各种痛苦去补偿之前的投资。 为什么现在这个房价越来越便宜了,很多人还是不买房子? 原因就是大家已经透支了过去十年二十年的这个积蓄, 没有能力再买房子。 那么综合以上两个原因, 我个人的观点就是, 一个是房子超级的过剩, 大家现在已经不需要房子了。 第二个问题, 房价就是虽然已经降价了很多, 但是房价相对于我们的收入和过去的价格仍然过高, 到此大家还是能力有限买不起房子。